23日晚,范密冰李晨的共同好友普科文晒出李晨朋友圈截图 证实在范密冰神语当天,李晨并不是网上传言的为纵神祝福 而是在5点20写下的生日快乐,并配上蛋糕图标 而且从打了马赛克的截图中也能够看出身边很多朋友对两人的祝福 普科文第一天好友道,作为他们的朋友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他们今年就想低调的过个生日,做错什么了 他们每年的生日都挺开心的,我们祝福他们 今年我们作为朋友也一样祝福了他们 不在微博上祝福,只是不想听到乱七八糟的声音 没想到就被一群人拿来恶意解读 范密冰和李晨一直是娱乐圈的一对NR的情侣 只是近段时间一直有关于她的负面信息传来 范密冰自卷入阴阳合同风波后,已经消失了好几个月 外界关于她的传言层出不穷 范密冰本人和工作室也从未对这些传闻作出过多回应 未婚傅李晨一直忙于拍戏沉默一对 愿意语中